然后我再说一下 永生 他就觉得他哥哥最优秀 比较见着女的 他看着挺好的就说 我有哥哥 著名演员张秋哥你知道吗 人家也不好意思不知道也得说一句 我知道知道 那个知道那是我哥哎呦永明 演员哎呦我哥可好呢你可他好吧 嗯他现在没对象 戒着女的就说 哎呦我的天最后是给你戒好成了吗 这个事我今天一定要说 好了 他戒成 哦 就是你 今天那个谁那那那那就来了 他今天请不了假 他跟人哭着说你知道吧 今天那个谁还跟人说 都是永生哭着跟我说 他说我哥是多好的人 你就跟我哥好吧就这样 我说你一定告诉我永生哥 谢谢他 我哥确实是 舞台上的白马王子 我俩早了那是94年 对 90年代初 90年代初 在青岛我拍一个戏 是不是从那开始 呃那之前 那之前杨洁老太太 杨洁老 导演那个戏 杨洁老太太是特别喜欢我们俩 什么戏啊 哎呦多了 司马迁 司马迁 他演任安 他演任安 任安 报任安 本来那个司马迁啊 你记得是让我演的 啊啊 我这人特别怪 对 我要喜欢谁了 这个角色我一定要给他 哦 我不演 他给他同学 然后我就给秀勇丽 嗯 我说杨洁老太太 拜什么 这个是你 我说不 我说秀勇丽一定比我合适 嗯 是 他当时等了他将近20多天 嗯 就是您最后演的是任安是吧 我演的是任安 哦 您演的是哪位啊 我很愿意 我演的是杨长 司马迁两个得力学生 嗯 一个徐少华 对对 一个我 对啊 有那个视频吗 嗯 来放一点 秀勇又弄了十万钱 你先留下 啊 少卿兄 听说你把自家的房子也卖了 哎 几间破屋 不足挂持 还差 还差多少啊 怎么办 师母 啊 啊 慘了 师母 啊 任伯伯 怎么样啊 那些古董和首饰 只卖了这么些钱 这有多少钱 五万钱 还差二十万 这二十万 到那去凑啊 我的那些宝贝 你怎么才卖了五万钱呢 你说话呀 你说呀 你说嘛 我已经尽力了 苏儿 你不要怪他 这不是他的错 愣伯伯 你说 我爹原来的同僚 朋友 为什么都把门关起来 连镇都不见我们呢 孩子 这并不奇怪 事态炎凉 人情 本来就是如此啊 天哪 你看我们俩的金钱 嗯 太年轻了 对呀 那时候满脸也交由淡白 嗯 也能吃